阿根廷夺冠 买电视都不要钱了 今年10月份 阿根廷电机商Nobelix 推出了一项促销活动 说如果今年阿根廷夺冠 在10月30号购买电视的消费者 可以取得退款 当地电视台听了 也很会整合啊 给这项活动取了个名字 叫做上帝买单 那本来一个月才卖70多台 结果在活动当天 他们的电视看了530台 销售总监脸都笑歪了 一天时间 销售额将近100万元 但很快 他就笑不出来了 当地时间12月18号 阿根廷7比5是败法国 成功拿下世界杯冠军 整个阿根廷都在狂欢 只有他们的公司 非常尴尬 你说笑吧 我钱没了 不笑吧 好像也说不过去 但很快啊 Nobelix的大老板就出来表态了 说这个钱咱不仅得退 而且还得高高薪薪的亏 随后他们的官方账号就发了一条通知 说我们从来没有如此高兴的 损失了100万美元 这叫啥 这就叫格局 你以为他们真的亏了100万吗 其实并没有 销售额100万 成本也就几十万 而且这一步啊 不仅让电视台免费给自己推广 还树立了一个靠谱的品牌形象 那反正是做宣传 与其把钱给我们这些博主 那还不如干点实际的 像2018年 咱们国内某电器品牌也是这个操作 法国对夺冠 很多人都说 哇 他们要破产了 但最后呢 人家钱退了 现在活得更加风生水洗 所以啊 咱们各位老板可以思考一下 更多有趣知识 关注科技周周讲的故事